埋在地里的金子 从前,一位老农民有三个儿子 他们虽然都长大了 但是个个都不喜欢干活 无法养活自己 到了春天,天气变暖了 一天晚上,老人把三个儿子叫到面前 对他们说 孩子们,我已经老了 你们以后总得自己养活自己啊 我把三块地分给你们 每块地里都埋着金子 这些金子是我送给你们的 你们只要啃出力气,下功夫挖地 就一定会挖到金子 第二天天刚亮 三个儿子就去挖地了 他们挖了一天又一天 把父亲分给他们的地全挖遍了 都没有找到金子 他们不死心 挖了一遍又一遍 还是没有找到金子 他们认为父亲骗了他们 最后,只好在地里种上了庄稼 秋天到了 这一年,因为挖了地 种上了庄稼 这三块地的产量比往年高得多 他们三人打下的粮食 两年都吃不完 一家人非常高兴 一天晚上,老人又把三个儿子叫到面前 对他们说 今年打下的粮食比去年多得多 这是你们出力气挖地换来的 只有勤劳才能富起来 这就是我送给你们的金子 这就是我送给你们的金子